欢迎收看本节目 吕良伟手上拿着一瓶香槟和儿子吕善阳一起合力开酒瓶 现场还布置着非常华美和盛大 想来吕良伟对儿子的生日还是很上心的 但是在这样一个欢乐时刻 却又不少网友泼冷水表示吕善阳其貌不扬 和吕良伟一点也不像 旁观站在吕良伟身边的吕善阳 身穿黑色上衣 戴着黑色边框眼镜顶着个大肚皮 看上去和吕良伟相差的那不是一点半点 甚至有网友评论 吕善阳看起来比吕良伟还要老 两人站在一起根本不像父子 反而更像一对兄弟 一时之间网上关于不利于吕善阳的评论风涨 一场好事变成了坏事 吕良伟也是无可奈何 事后吕良伟的社交平台已经找不到这条视频了 想来确实是影响太大 吕良伟不得不删掉那天为儿子庆祝的视频 其实网友对于吕善阳真是过于苛刻了 毕竟做明星的儿子并不是他自己可以决定的 他也不是娱乐圈的明星 没必要按照明星的标准要求他 小编想起在圈内这种情况也常有发生 像张婷的女儿也饱受样貌非议两久 却自始至终没有得到网友们的宽容 但其实小编想说一个人的样貌有时候真的没有那么重要 有一句话说得好 好看的皮囊千篇一律 有趣的灵魂万里挑一 可见最终受人喜欢和尊敬的还是一个人的人格魅力 希望网友放过吕善阳吧 或许人家真是一个有趣又可爱的人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点击订阅收藏不迷路